原文 故经之以武士,交之以计而所其轻 一约道,二约天,三约地,四约降,五约法 前面所说到孙子兵法当中的计是计算 敌我双方进行劣势优势比较 就像我们企业战略用死我的分析一样 分析优势劣势机会威胁 比较哪些科目呢 在兵法当中科目有五个 道、天、地、降法 道是恩信使命 你的人民听不听你说的话 你的君主是有道明军还是武道昏君 所以道是比较双方的政治 比较双方君主的领导力的 天是上顺天使 地是侠之地利 同样一件事有时机才能干成 时机不对就不能干 将是委任贤能 比较了政治、君主、天使、地利 再来去比较双方军事统帅 看谁的将帅厉害 所以战争当中常常我们要做的一件事 那就是派奸帖去贿赂 敌国的宠臣 然后施了一件计 让他去国军那说坏话 把能打仗的那位将军给召回 换一个笨蛋来 我们再来开始动手打仗 最后是法 这个法不是指国内的法制 是军法 国内的法制属于道 在最前面 王熙筑解 王熙就是我们昨天所说的那十一位 筑解孙子兵法 并且轻视流明的其中一位 王熙筑解说 这就是精致于武士 用兵之道 人和为本 天使地利助治 人和天使地利三者都齐备 然后才能举兵 然后决定举兵了 再来选将 选谁做主帅 主帅定了 然后修法 他有领导力 就能法令延令 令性精致 所以老天地降法是这个词序 不能改变 张玉说 也特地强调了这个词序 他把将和法放在武士之末 是因为干凡举兵打仗 庙堂之上 先要信查双方君主 恩信厚伯 他的人会不会为他死刑他地 然后躲天使逆顺 地形的嫌疑 三条都心打清楚了 再败将出征 兵一出境 法令就是将军的事了 君主就不要管太多 所以是这个词序 经之以武士 交之以计二所齐情 意思就是 用着五个项目 五个类别的内容 来进行比较 比我双方的优势 来探索胜负 有可能出现的一些情况 原文 道者令民与上同意 故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身 而不畏微 孙子的道定义非常明确 叫令民与上同意 让人民与军上 士兵和将军 意见保持一致 就是我们所常说的上下同意者身 上下同心同德同意 是战争的国内政治基础 在于人民支不支持战争 人民支持你 那么你才能打 人民不支持 你就不要情趣妄斗 所以这里甚至不是指的战争的正义性 他说的就是人民支不支持的意思 比如说日本法工清华战争 如果道是战争的正义性 那么日本当然是武道 但是如果从名语上同意这个角度来去理解 说日本军国主义的宣传 已经让日本全国人民都狂热的支持战争 所以才有可以与之死 可以与之神 而不畏微 生死都置之度外了 所以最后才有那个所谓的神风特攻队 反观中国当时 当时的中国还没有统一军阀混战 国共争锋 人们盼望的是安定和平 没有什么战性 也没有共同效忠的那个君主 所以第一条令民与上同意就不存在 所以一致输输了八年 兵家的倒不是宇宙的正义 就是问人民知不知是战争 效不效忠君主 能不能为国捐躯 所以倒甚至都不是什么战争的正义性 到底谁正义 谁都说自己正义 正义是要过几年 过十几年 过几十年 过近百年 才会有一致的答案 才能看得出来 所以要在道上渗出 关键就是抓政策 抓宣传 抓军队的思想工作 大家才愿意跟你一起作战 把道列在第一条 也就清楚的能够明白 在战争当中 宣传和武器一样重要 甚至有的时候更重要 林彪说枪杆子比杆子 夺取政权 靠着两杆子 巩固政权也靠着两杆子 就是这个道理